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所以单调性和极致实际上是统一的 我们就讲极致 大家看到极致 我现在给你一个函数Y的FX 我要你去求这个函数的极致 有哪些步骤呢 第一个步骤 求这个函数的定义 懂了吧 要求这个函数的什么 定义 你要求极致 是不是你的范围在哪 对吧 你肯定要走到范围在哪 第二步 我经常讲数学不是实质的 你现在告诉我 我问问大家 现在假如 假如我这样包头有一个 有个小偷 有个东西被人家偷了 我现在问你公安机关怎么破案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公安机关怎么破案呢 公安机关破案的第一个 就要按照这个作案的时间 是不是大致上搞一个范围 懂了是不是 必须的嘛 根据这个作案的时间 是不是预测一下大概在哪个范围 他不至于比如说 一个小时之前发生的事 然后警察说整个全国通缉 是不可能 因为大家知道是不是 跑还没这么快嘛 飞机也好 高铁也好 没这么快吧 他肯定是不是首先确定个范围 大家告诉我 这就是我说的定义吧 现在我再问你 第二个 当我们把这一张网 布好了以后 下面你告诉我 是不是要排查了 看看哪些人值得怀疑 大家如果发现汤老师 算了汤老师不值得怀疑 为什么呢 他的导师要么大雨林 要么小雨林啊 大家知不知道大雨林叫什么 走低什么 啊 你忘了了 大雨林是不是不是地震 一个函数在一个点大雨林不是地震 叫走低 一个 听懂了没有 我再说一下不叫低震 他叫走低什么 有高 但不一定低震 反正他左边是低的 右边是高的 你告诉我左边低 右边高 是不是这不可能 刚刚讲过啊 前面有没有讲过 一阶倒数大雨林 左小右大了 是不是这个点不可能是接着点啊 那么讲的这么累的 有没有发现一阶倒数小雨林 是不是左边大右边小啊 是不是这个也不可能啊 你们又忘了了 我当时讲有没有说过 我一开始的那个开场白 是不是对这一张的七大分点有着深远的影响 我前面说过这句话没有 这张用起来了 有没有发现一阶倒数大雨林 一阶倒数小雨林 是不是这种点是不可能是接着点 立马排除懂不懂 所以我第二步就找怀疑对象 一阶倒数大雨林 一阶倒数小雨林 是不是不可能是接着点 那我想问大家一句 那么只有可能是谁跟谁 学过 一阶倒数大雨林 或者什么 但是大家记不记得我说过 反制什么 不是你是不是我们都举过反例的 所以这个地方我必须要说一下 不一定 换句话来说 就是你去找一阶倒数等于你的点 或者不可到的点 是不是这些个点是有可能的 是值得怀疑的 但是一定不一定 那你比如讲我的公安机关说 我就排查一下 哪些人在我们这个圈子里面 有哪些人有小偷小木这个习惯 是不是这个就排查出来了 但是你们大家告诉我 是不是不可能全是真的了 懂我的是没有 所以首先要把这些对象要找出来 怀疑的东西找出来 找出来以后大家知道 是不是这些不一定全是的吧 紧接着下面你猜 第三步干什么 判别法 数学是强调理解的 大家有没有发现 就这个极止点极止 你有没有发现 跟公安机关破案是一个程序 告诉我第一步干嘛 确定范围啊 第二步是不是这个范围里面有哪些点 值得怀疑啊 第三步是不是一个一个排查了 判别法嘛 这地方他老师告诉你 两个方法 方法一 他的名称叫第一冲锋了解 他的名称啊 叫第一冲锋了解 听得懂我的是没有 懂了吧 好了别急 第一冲锋了解 第一冲锋了解 大家好好理解啊 太好理解 请看看一个定理 定理一 第一个解释 如果在x0这个点的左边 大家会问 老师x0是个什么点 我来告诉你吧 x0是不是可能是倒数到于0的点 可能是不可到的点嘛 反正就这两种点嘛 现在在x0这个点的左边 我发现 一阶倒数是负的 在x0这个点的右车 我发现一阶倒数是正的 你懂的 一阶倒数的正乎 反映了函数的什么 真减啊 大家有没有看到先递减啊 再递真啊 说说什么点 几小点 x大于x0为极小点 x小于x0的时候 这x0的左车 如果你发现一阶倒数大于0 啥一啥 但是地震 x 如果在x0的右车的时候 哇 一阶倒数小于0啊 也就是说从真减性上来看 先干什么 先递减 这个递减啊 是不是先上去了 就下来了 大家说这是什么点 极大点 告诉我这个方法很直观吧 直观的很吧 那算了吧 这个方法大家理解了 下面我重点要讲 第二个方法 它的名称叫第二从我们了解 第二从我们条件 我再给大家一个定理 是F1Px0是等于0 大家立马就知道 这一个判卖法 对什么点是不能用的 不可到的点 是不是不可到的点是用没起来的 他只针对是不是倒数等于0的点 好了 紧接着这去检查 而且倒数 大家知道F2Px0 有可能大于0 有可能小于0 有点说老师 还有可能等于0 你说得对 不理他 我只研究大于0小于0 如果是等于0 或者其他情况 是不是就这个方法就不用了 我告诉大家大于0什么 极小点 小于0什么 极大点 你不能这样 大家说第一个定理 是不是只管了一套的 第二个定理不只管 你给我证明 下面请看我的证明 是F1Px0等于0 F2Px0等于0 也就是是不是我假设一阶导书等于0 第二个是二阶导书等于0 懂了没有 这个时候我们来看 大家看一看 x0这个点是个极大极小 刚才说极小 是不是 看我怎么证明 接下来大家不要累了 你们这个累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哪个地方累告诉我 你说 宗旨什么 有没有发现宗旨对你特别累啊 这不累了 不累了啊 现在从这开始学习已经很好学了 大家告诉我二阶导书的定义 说 limit x 去x0 别急 分母是谁 x加x0 分子应该是F1Px 按道理还减什么 对了按道理是不是还减F1Px0 不减了 大于0减了干嘛呢 咋了 说 极限的什么性 不好好性是不是很熟啊 告诉我极限大于0 咋了告诉我 7701大于0啊 一定会存在data大于0 当 x 减去x0的决定值 怎么了 小于data大于什么 大于0的时候 怎么了 是吧 F1Px 除以什么 x-x0 怎么了 大于0 大于0 x 属于 x0-data 到x0 这个叫总领域 下面已经好学了啊 大家听说 接下来学习不像中的定理 中的定理把我们学得很累啊 这个好学 x x 属于 x0 到x0 加data 等一下 等一下 他老师问你 x如果属于主领域 说吧 什么意思 x小于x0啊 请告诉我分母 请告诉我分母 小于0啊 再告诉我分子呢 小于0 当x属于 又0 什么意思告诉我 x大于x0啊 这个分母怎么了 分子呢 也大于0 你自己说啊 第一次我们了解哦 走了 主0于 一皆大于小于0 又0于 一皆大于小于0 说明还是先什么 先低减哦 这个吗 什么点 对了 x大于x0 为极小点 看到这个手法非常漂亮 好 我们再来看 另外一种情况 是f1px0的于0 f2px0小于0 你刚才说什么 叫什么 叫极大点是不是啊 真啊 请看我的证明 f2px0 定义 定义 limit x去于什么 x0 然后大家告诉我这个分母 x减什么 x0 分子是不是就是f1px 按道理来讲 是不是要减去f1px0啊 不减了等于0减了干嘛 咋了 小于0 小于0 数一下 极限负责 去性0负 懂不懂啊 所以一定会存在 data大于0 当 x 减去x0的决定值 小于data大于0的时候 极限小于0 怎么了 续性0 于小于0嘛 是f1px 除以x 架x0 怎么了 小于0 我现在在故意的做一件事啊 是不是极限的不好行啊 我在故意的念大家的手 这个事情从这往后我们就少做了 我说都很快 现在不行 一定要念 左领域 x所以x0-data 到x0 右领域 x所以x0到什么 x0加data 说 所以左领域什么意思 x0-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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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这个证明能接受吧 就这点东西 没了 好了 下面汤老师就告诉你 由几种类体提醒 心一叫不等式的证明 单调性与集职这个地方最重要的一种提醒 就是不等式证明 这个不等式证明一共有好多方法 汤老师今天只讲一个到两个方法 主要讲一个方法 请看好了 第一个 1 小于A 小于B 请你证明 A的B次法 大于B的A次法 我就这样 我就这样 也就是证明是不是乖句A B的一个不等式 你等一下 所以这个地方慢慢学 大家看A的B次法 大于B的S 冲药条件是什么 两面区都是把这个结束降下来 两层啊 应该是B什么 Longing A 应该是大于A什么 Longing B 还有就减什么 A Longing B 怎么了 大于0 大家称不称称这两个不等式是等价了 别急 下面我就0 Fx 我就各自复传说 大家听好了 这里面什么保留 A保留 把B给成X 结果是A个S Longing A 减去A Longing A的S 所以我们用单调性去证明不等式 所以我再一套一套东西交给大家 大家立马不要着急 问一下Fa是谁 0啊 是不是Fa肯定是0啊 现在我就问大家 等一下我要把原理讲通 比如这样我就问你 我说 我跑得快 还是你跑得快 你们立马就说 那是我跑得比你快 我说不一定 大家有没有发现 你们又说清楚 你就说你比我跑得快 我不服 你知道我怎么办 我从50米的地方开始跑 你从100米的地方开始跑 你看水线到达终点 肯定是我 但是你如果说把前提条件是不是都把比赛规则给我讲清楚 老师你跟我站在同一条线 然后这个咱们100米跑 我下面我就说了 我不跟你跑 我跑不过你 大家有没有发现是不是有了这个前提条件是不是我们就有结论了 你没有这个条件是不行的 你比如说让我举个例子 我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比如说是6.7% 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假如是3.7% 你能不能得出中国的GDP是大于美国的 不可能 他一定要有前提 比如说我再假设一个前提 我说在2018年年初 中国的GDP跟美国的GDP是相等的 然后紧接着我就告诉你 2018年整个全年 中国的增长率是高于美国的增长率的 这个时候告诉我2018年年底有没有结论了 有 是不是中国的GDP比较大 你那个前提很重要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FA等于零 非常之重要 你没有这个等于零是不是就没有参照物了 懂了没有 就没有参照物了 是吧 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是你们年轻人一定要旋转一个参照物 对吧 你比如讲我举个例子 我准备报告中国员 大家有没有发现中国员 你准备报告中国员 是不是你下面肯定就要有一个努力的方向了 是不是有那个标准 就这么简单 参照物 紧接着不要着急 我问你B怎么了 这告诉我 是大于A的 他老师问你 是从A的往右研究还是往左 B大于A啊 大家说从A这一点往右还是往左 往右嘛 大家帮我看看FAPX 说吧 多少 不你等一下 你把倒数切出来 只要 论你 A 减去A个十分之A A我说过了啊 A往哪边 又 往右 因为B大于A吧 是不是从A往右啊 他老师问你一下 LawingA找到哪个说 说 说啊 LawingA是大于A的 成不成 我这边的A个是大于A A个十分之一了 怎么了 大于A 大于A 好了 下面 所以我讲的今天大家一头一头东西学 比如让我举个例子 麦克劳宁是不是学会了 麦克劳宁问你怎么办 是不是把一个一个是把安诺某一个标准去结 分模式世界是不是我们大家读到到世界就结束了 然后怎么整理整理是不是结论就有了 慢慢学 别急 F是0 F是0 大家不要着急 F1PX 大于0 咋了 X大于A 说吧 什么意思 A个是大于A 一接导致大于0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从A往U怎么了 是严格怎么了 弟子呢 懂不懂 那我这边你A起步是几 刚开始起步是0 那我问你从A往U呢 那就大于0了 你看我讲闻思不乱 一点不会乱套 也就是A这个地方是0 是不是A往U就怎么了 就大于0 是不是这个思想太轻松了 别着急 因为B怎么啦 大于A 所以FB怎么啦 大于0 FB大于0 是不是我震到了 啊 啊 是不是FB大于0 这就是FB 啊 是不是这个左边就是FB FB大于0 是不是这个不等是对了 懂了没有 懂了没有 规矩啊 下面我们再来 我再来啊 哇 哈哈哈 我再来啊 我再来啊